七香鼠预计下来两个星期会迎来更多的雷阵雨 闷热又潮湿的天气容易令人感到疲累 无精打采 没什么胃口 那中医就有一句话说了 湿气不除百病生 今天的生活小学堂和你分享 可以帮助去湿的食疗的方法 时而艳阳高照 时而连日大雨 闷热潮湿的天气容易导致人体湿热影响健康 湿气怎么影响人体呢 它不像维生物 病呼吸菌 通过口腔 鼻子进入到人体去作怪 它是通过一种间接的方法 因为湿度大 气压低 会影响到人体的排汗 还有排湿的功能 这样的话就会使到一个人犯困了 中医把致病的因素统称为邪气 而因为湿气所引起的问题就被称为湿血 人体被湿血侵入时 一般的症状包括头部昏沉 食欲不振 肥胖 下肢水肿 排便膝软不成形等 中医说舌头的色泽和形态 会反映人体的健康状况 你每天早上刷牙的时候 汪汪舌头 这个颜色是淡 而且是偏白的 因为一般水肆 通常是属于比较跟偏寒凉有关 另外一个特点 是因为舌胎本身胖大 里面充满了水肆的话 那这个胖的舌头压在你的牙齿 那么就可以压久了 它就会产生这种指引 除了外在环境的湿气 人体老化 饮食不当 也会导致脾虚 屁内产生湿气 我们一个人老化的时候 它基本上各方面的代谢功能都会退化 这包括水液的硬化 包括皮的功能 所以这个是一方面 另外就是我们的生活习惯 饮食 假如你暴饮 暴湿 喜欢吃这些很油腻肥干的 喜欢喝冷饮等等 都会影响到这个皮的功能 使到它的这个代谢功能失常 中医提醒 湿血导致失调的症状 必须适当调理 避免引发其他健康问题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选用去湿食材 两颗鸡蛋 十颗茯苓粉 再加一些调味料 就可以做出有去湿功效的茯苓鸡蛋羹 那我们现在就先来打蛋 那鸡蛋呢 能够补于脾胃 然后那个也是我们的蛋白质和维生素B12的主要来源之一 稍微打一下呢 然后我们来加一下少许的盐 少许的油 这个油呢 是为了让我们的鸡蛋更又嫩又滑 然后吃起来会比较美味 那我们继续来搅拌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加我们的主角 也就是我们的茯苓粉 茯苓呢 它是有我们的沥水肾湿 健脾又拧心的功效 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药材 如果我们还要想加其他的药材的话 还可以加我们的构茄子啊 还有我们的山药 山药我们也是可以磨成粉 和这个茯苓粉一起加进去 之后加入一些水或是米汤 然后放入蒸炉蒸大约7分钟 一道味道鲜美 口感爽滑的茯苓鸡蛋羹就完成了 其实茯苓它的味道是比较淡的 所以跟其他的药材 或者是食材一起使用的话 其实是不太能吃得到茯苓它的药味的 其实一周吃两到三次是没问题的 只是可能我们有一些糖过程偏高的人群 可能就要比较注意了 因为这个毕竟含有鸡蛋的一份料理 所以如果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体质 来自己调整 也是可以用茯苓来做茯苓糕 或者是我们的一个茯苓蛋挞的 如果要做蛋挞的话 可以直接在我们鸡蛋羹的基础上 加上牛奶奶油 还有我们的白砂糖来做一个蛋挞 小孩子们也会蛮喜欢的 另外用茯苓赤脚豆 橙皮 莲子 枸杞子 山药和大枣泡茶也有助去湿 将七种材料倒入锅里 水要盖过材料 大概高过两到三厘米 然后当火烧开以后 转为小火煮二十到三十分钟就可饮用了 茯苓 吃小豆也是沥水厨师 山药和大枣都可以调理脾胃 然后枸杞子以滋补肝肾为主 然后还可以一斤凝目 然后我们的橙皮可以健脾造湿 莲子除了有健脾的功效以外呢 还可以养心 帮助一些失眠的人群 这个去湿茶的材料呢 大多数都是性贫的 所以其他就是没有一些慢性疾病啊 然后想要日常调理的人群 都是可以安心的服用的 另一个去湿散寒的方法 就是睡前做足浴 把生姜 花椒和艾叶放进水里煮大约十分钟 待温度降到大约四十摄氏度就可以泡脚 大约泡十五到三十分钟 不过这三种食材性温热 一些人不太适合 心脑血管和体质偏热的 比如说容易伸口疮 然后大便容易干燥的 这些人群可能就要比较注意了 就不太适合泡脚了 在睡前半小时做个足浴 不仅可以促进睡月循环和新陈代谢 也可以让你一夜耗眠 今天的诗城有约就播到这儿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